欢迎来到圣托里尼 在上一期视频 我们在希腊雅典参加了朋友的婚礼 既然我们去了雅典 就决定顺便多停留几天 在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度假 一个星期 圣托里尼是在爱琴海上 由一群火山组成的岛环 此岛环上最大的岛屿就叫圣托里尼 它就是有经典的蓝白小房子 蓝顶教堂 是度蜜月的圣地 绝对是这一辈子必去的地方 通过今天的Vlog 我想跟你们分享我来这度假的一些经验 想去的人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可是一个网红的地点 这是圣托里尼最主要的小镇叫Fira 从这儿 这是一个山坡上 下去就没有太多好的沙滩 但是这边的风景是无敌了 原来这个岛是一个火山 我们刚开始安排这个行程就决定把酒店定在Fira 因为这个岛上的公交车据说还是不错的 住在那边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交通枢纽 可以方便坐车去这个岛的任何地方 公交车便宜而且也有夜班车 另外这个岛的夜生活也集中在Fira 所以前面几天我们没有租车 决定坐公交或者打车 我们昨天住在圣托里尼这个岛的最大的小镇叫Fira 那边是人比较多 还有餐厅啊 吃的喝的玩的比较多 但是它没有沙滩 今天我们因为昨天比较累了 从雅典做了一个七点的行班 我们四天起床 所以昨天一整天特别不舒服 今天就决定来沙滩上放松一会儿 主要是这个旁边这个山很壮观 哈喽姓蒙 它涂防晒酸很壮观 然后这儿后面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镇 还有一些咖啡厅酒吧 所以这边可以吃饭上厕所 这个岛是个火山 所以沙子是黑的 看 我在第一期视频在雅典拍的说 希腊的物价很便宜 但是我觉得圣托里尼 尤其是在那个比较好的小镇 物价真不便宜 昨天光喝个果西十一欧啊 一杯酒在一个有海景的地方 酒欧就是一个简单的葡萄酒杯 这边夏天的温度比较热 但是因为一直刮风 所以挺舒服不难受 这个海水有点大了 没有我们那边那么安静 我们现在想游一圈然后拍几个照片 这个背景特好看啊 莉莉好白她从来不晒太阳 像个中国女孩子一样 我们在Fila过完了一天以后 觉得酒店又不好 小镇又不怎么样 坐车也不方便 所以终于决定租了一个车 我们租了一个普通的小车 我们看到了这边的路况以后 觉得其实还蛮安全的 本来担心多弯啊而且乱 结果其实蛮好的 而且租车的价格很便宜 所以在盛岛租车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也可以住一些偏僻一点的小镇 会更安静 而且沙滩更好哦 租车的价格一天我们花了40欧加10欧的保险 所以一天50欧 姐姐开车 嗯 OK 这因为在岛上所以 这个油价特别高 比意大利还要高 正常的燃油2.7欧元一升 在意大利现在2欧差不多 太贵了 不过租一个车 还是蛮划算的 这个四轮的越越车都不建议租了 因为岛上每天都有转车的 而且受伤 这个如果被转了就受伤挺容易的 很危险 我们还是决定为了保险一点租一个车 说到旅游方面的安全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期视频的赞助品牌Surfshark 因为我们出国的时候经常会用手机或电脑直接脸上公用WiFi 比如在咖啡厅啊机场啊等等啊 一般这样的连线是有安全风险 因为网络可以追溯到您的主机IP地址 外泄您的账号密码等私人信息 那么Surfshark是一个使用最先进技术的VPN VPN的意思就是虚拟私人网络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通过它就可以隐藏身份 防止资料外泄 提高生亡的安全性 它还会阻挡广告跟踪器 恶意软件和网络钓鱼 让您可以在干净的网络中探索 这可以阻止网页对您的电脑或手机造成损害 所以经常出去旅游或者经常使用公用的WiFi的话 都建议安装VPN 所以我特别喜欢用VPN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允许我观看有区域限制的影视 你们知道有一些国家的媒体服务 只允许在当地观看 或者甚至我常看的Netflix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资料库 那么使用VPN连接到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 就允许您观看它们的内容 尽情观赏你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 Surfshark还支持一个账号同时在无限制数量的装置上使用 比如说可以同时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电视 简直太方便了 今天呢 Surfshark还特别大方的给我的粉丝带来了优惠 现在通过我这个视频底下的介绍区的链接下单 或者使用我的优惠代码shammay即可享受1.7折的优惠 订购2年方案再加送免费3个元 Surfshark还有30天的退款政策 不满意的话就可以退款了 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是不会失望了 嗨 这是我们的酒店 我们在一个小镇叫Akrotiri 这个小镇不是最大的旅游景点 但是很可爱 我给你们看看从我们的酒店我们有什么样的风景啊 现在这风太舒服了 但是唯一的问题我们是拿了无人机都没法用啊 我们酒店有这个咖啡机 Nescafe Dolce Gusto 这个我在国内也见过能买到 看 给我做了这杯咖啡 这层油脂多高啊 应该挺好喝的 Cheers 前面两天我们是住了另一家酒店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觉得不太喜欢那个酒店 出了点问题我们就决定啊换一家酒店 我们找临时找的这个叫Twitter's Dolphin 很不错 而且很便宜就是我们租了一套房子 就是有四个人可以住的 昨天找的今天入住的 张碗才500欧 住宿和交通说完了 现在说说其他推荐的项目 首先圣团里尼有很多美丽的小镇 我推荐你们有时间的话 都去看一看 但是有一个肯定是必去的 叫伊亚 它位于圣图里尼岛的西北边 伊亚号称拥有世界最美丽的西洋 你们在杂志上能看到的圣图里尼的美景 都是在这边拍摄的 而许多高级的蜜月旅馆也都在这个地区 我个人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住 因为这边的酒店非常昂贵 而且每天人都特别多 我们在那儿逛了一个下午 感觉有点难受 人山人海 不过肯定是得来这边看一看 多拍一些照片 看日落 而且在下面的阿木底湾吃个饭 另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 就是从费拉徒步到伊亚 这个徒步线路会允许你们看一些 平时看不到的特别壮观的景色 会路过很多小镇 还有些比较偏的地方 他俩用英文和意大利语混合的一个语言沟通 莉莉也会一点点中文的 就只会说坏话 脏话 他会中文 那我的意大利语就是专业语言 你就无敌了 这个小镇很可爱 这边叫Imerovili 就是五星级度假村 山托里尼 这个港有很多邮轮来这停 所以每次来个邮轮得一千到五千人上到游览 确实是一个比较繁忙的目的地 老公怎么样 太煞了 我来的 大家我在拍视频啊 我们继续走路到最顶端那个村那个是最有名的 我刚才懒得有麦克风 但是这个风确实太大了 我们走了已经大概有一半的路 既然到伊亚 大概走路三个小时 难度不大 但是当然白天去的时候会晒 我们是五点半出发的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吧 反正这个风挂得很舒服 所以走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太过于的热 当然会热一点 戴个帽子戴墨镜 涂防晒霜就可以了 但是走这个路 就能看到一些开车看不到的地方 这儿能看到这个火山的火山口的形状 我们那天唯一不太好的点就是姐姐提前查了线路 她查的需要三个小时 因为Google上写的是错的 但实际上走路需要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没有做好准备 尤其是莉莉她穿的鞋子不舒服 她最后受不了 但是也是因为她不太健身 所以很脆弱 不过虽然有些累 但最后我们都说还是非常值得过来做这个图 看这个酒店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游泳池 挺有意思 我们这次选的酒店 没有这么豪华吧 我们还是决定花点钱放在体验上 而不是在酒店上 旅途中都有这种牌子说去伊亚 这是独城伊亚 是这么走 老高 哎怎么没水了怎么办呢 好像还得走一个小时 我们走了两个半小时 刚才查Google 还是说到伊亚还有一个小时 没人没信号 会不会出问题 哈 七点半了 在走这个比较偏的土路山的时候 我们还看到了圣吞尼最传统的交通工具 铝 好可爱啊 这是一个小教堂 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导航每次说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走一个小时之后 说还有48分钟 天哪 这是它 这是它 天快黑了 现在是黄昏时间 我们到了 就是在旅途中 啥都没有突然到了一个 特别漂亮的小舱巴吧 然后我们决定在这儿停留15分钟喝一杯 喝个咖啡酒 看着路 然后还得走路31分钟才能到那个小城市 给你们看看这个风景绝了 看这个日落多漂亮 圣岛的日落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另一个推荐你们必做的事情 就是找不同的位置欣赏日落 比如看这儿有一天我们去了一个灯塔 离我们住的阿克鲁迪里小镇挺近的 在这儿很多人就会集中欣赏日落 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好浪漫啊 我们让酒店帮我们交一个车 不然还得走路差不多一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小镇 这个酒店包括刚才我们喝酒的那个酒吧 叫Nimbus Hotel 太棒了 我想住这儿啊 这是我们出租车的司机 酒店帮我们交的 喝的挺开心啊 满折得的 一个车从这儿到那儿 二十五哦 自己走路了四个小时以后 还是交了一个车 太无耻了咱们 咱接着说 另一项非常值得去参加的项目 是双体船半日游 这种项目有大船的小船的 还有上午和下午 我们参加的是这种小船的设计 车车体验 大船的项目很便宜 一人才三十欧 但是床上会有很多人最多能载六十个人 而小船的项目虽然一人需要一百三十欧 但是体验更好 床上最多会有十六到十八个人 而且包含吃的喝的 无限的 他们在准备吃的 好丰富的 有面 有肉 烤肉 我们选择的船公司叫Santorini Star Sailing 他们的门店在Fira 不是说的夸张 这是在我整个旅途当中最快乐的体验 我们看到了很多自己去不到的地方 而且在一些非常好的地点去游泳啊 牵水啊 还跟其他的床上的客人交了朋友 刚才我说YiA是这个岛上最活的小镇 但其实圣岛有很多美好的小镇 所以我建议你们都去游览一下 其中一个比较可爱的叫 Megalocori 我们一直都挤不住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这是另一个传统的小镇 叫Megalocori 很漂亮 你说小镇最有感觉啊 对村里边比较温馨 像小头发骨子那种感觉 这些小镇特别可爱 往往往测过来看看 小酒吧 多漂亮 多可爱 我们在找一个希腊的小传统餐厅 现在西蒙爱上了希腊菜 对好吃 对不对 有点上头 很好吃我也特别喜欢 可能有一些人在想 那么希腊语跟意大利语像不像 我们是有一些关联的 因为意大利语一部分的词 主要是一些专业的 比如说医学还有些专业术语 都有这个古希腊的来源 但是说实话我听希腊人说话完全是听不懂 希腊语怎么说gracias 谢谢 我没听到啊 amukina 我突然忘了 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来着 Calisto F Calis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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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看到了一个店铺 姐姐想买一个帽子 结果我买的东西 我看到了 是一双耳环 这个是希腊一个典型的形状吧 就是一个眼睛 这个是避邪的意思 所以我就买了 我觉得特别漂亮 好喜欢这样的风格 再来一个必做的事情 这个有点理所当然了 不过还得说 一定要吃点正宗的希腊传统菜 尤其是菜啊 还有肉类羊肉的东西 希腊人做的非常棒 虽然我们是在岛上 但是我们吃的主要是肉 Bark Giras 这个是猪肉 典型的面包 叫Bita 很好吃的 然后这是他们一个酱 有黄瓜等东西啊 叫Zanjiki 我这锅略也守不了一个 跟美酒有关系的项目 圣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葡萄酒厂区 我推荐你们去一个这边的酒庄 环境非常好的 酒也非常好喝的 叫Santo's Wine 这边可以做葡萄酒品间 在希腊也找了酒庄 它的小葡萄很可爱 对希腊的小葡萄长得跟意大利的葡萄园不一样 意大利的葡萄园是树 希腊的葡萄园是长在地上嘛 它没有那个疼 对 就像一朵小树似的 小小的 我们准备品间四种酒 然后再配上一些本地特色小吃 反正我们每一次去旅游就找酒庄品间 品酒是一个好的旅游活动 在南欧是非常 我觉得 西欧也差不多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然后这个地方风景太美了 大家可以看看 莉莉在帮我们拍视频 最后我推荐你们买一些当地的特长 我觉得希腊的一些纪念品设计的非常美 很特别 那边还有一些小众的当地设计的服装品牌 还有配件包包等等 好嘞朋友们 今天的小旅游攻略到此结束 总结一下 我对圣图里尼岛的评价非常高 它完全超出了我的期望 岛很漂亮 价格合理 很浪漫 而且吃得非常好 可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看其他的岛 再次感谢Surfshark赞助这期视频 提醒一下大家 要尝试使用Surfshark服务的话 别忘了使用我的优惠码 获得1.7折的优惠 那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